马卫视角基督游牧文明 大家好我是老阿 今天咱们继续聊一聊 有关圣祖成吉思汗的话题 经常会在网上听到 成吉思汗从来没杀过功臣的说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解上的误区 有这种想法的人 都是把成吉思汗类比了 封建专制帝王 封建专制帝王就是奴隶主的代名词 对他们而言 臣子们不能对他和他的子孙后代 有任何政治上的威胁 所以那些功高盖主的臣子们 最后的结局免不了是吐死狗烹 因为有司马仪往往之流的前车之鉴 所以到了明朝 杀功臣这种行为 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成吉思汗与封建帝王不同的是 成吉思汗从来就没有撑过地 他是草原上的可汗 草原上的贡主 追随他的人都是他的战友 他的好安的 与其说是他们忠于成吉思汗 不如说是忠于成吉思汗所推行的大扎萨克 公吉思汗和他的继任者们 只要是通过大扎萨克库里勒台制度 继位称汗的 称汗之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指定大断士官 因为在蒙古帝国时期 包括对普通人的生杀与夺 兜底由断士官来裁决 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 情况就不一样了 对臣子们的生杀与夺 基本上就是帝王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在影视剧里 就能经常听到一句熟悉的台词 我要参他一本 所谓参你一本 就是写一篇精彩绝伦 质地有生的小报告 呈现给主子 置对方于死地 小报告内容的节点 基本上都是忠孝仁义理智信 而儒生们最擅长的就是 引经据典 断章取义 一篇文章可以让你平步青云 也可以让你全家入地 在皇前专制时代 十恶的第一恶就是谋反 只要你能论证 你的政敌有谋反行为 那么注定他的全家会死光光 参人打小报告这种做法 在清代朝堂上已经是常态化 并且根深蒂固地植入了中原文化 它就是皇权专制的流毒 而且一直潜伏在中原文化里面 发展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彻底的爆发 在那场运动里 一个人的好与坏 就是忠于某人或者不忠于某人 也是给人定罪的标准 而司法程序仅仅就是一篇大字报 回过头我们再看看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在建国之初就坚持 依法治国推行他的大扎萨克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称方圆 一个文明的崛起 他的吉量必须是一步法典 大扎萨克虽然简单粗暴 但是行之有效 在大扎萨克制度下 所有的犯人都有自我辩护权 处决任何一个人 必须要有法律依据和犯罪证据 即使他是扎姆和 扎姆和是成吉思汗的好安的 也是他的政治对手 他们两个是因为 治国理念上的不同 分道扬镳的 成吉思汗毕生都在推行他的大扎萨克 主张依法治国 而扎姆和则偏向于人治 所以扎姆和跟老派贵族们建立了联盟 自称古尔汗与成吉思汗对抗 最终还是邪不压政奉行大扎萨克治国的成吉思汗 赢得了草原不重的拥戴 而扎姆和的结局是众叛亲离 当他被几名部下绑附到成吉思汗面前的时候 悲愤交加的扎姆和要求他的安大成吉思汗 在为他松绑前 依照大扎萨克内容 处决掉那几个被主求荣的部下 当成吉思汗满足了他的愿望之后 这位曾经跟成吉思汗分庭抗礼的风云人物 一心求死 希望成吉思汗按照大扎萨克给他治罪 于是成吉思汗如他所愿 按照大扎萨克内容给他定罪 用处决贵族的方式 让他不流血 结束了扎姆和的生命 诚如你所说 成吉思汗确实没有杀过 你所理解的那种所谓的功臣 因为成吉思汗身边没有你所说的那种臣子 有的是 战友和安的好朋友 他们甚至不需要对成吉思汗施行跪拜礼 因为他们忠于的是成吉思汗 推行的大扎萨克 成吉思汗也是一个严格的执法者 对那些拥护大扎萨克的人 不问贵贱不论出身 做到了一视同仁 他的一些战友 比如哲里密 穆花里等 那以前都是奴隶出身 而在成吉思汗的大扎萨克下 他们成了蒙古帝国的新贵 成了成吉思汗的左膀右臂 在成吉思汗的大扎萨克制度下 不但一些奴隶可以翻身成为新贵 而且一些外族人也可以加入蒙古帝国 进入蒙古帝国上层 西单人的耶律楚才 耶律阿海 石抹绵安 女真人的詹河重山 汉人的郭宝玉 张柔 史天泥 史天泽 都在蒙古帝国身居要职 这些人义无反顾的追随成吉思汗的原因是 成吉思汗的大扎萨克 法天理人 所有拥护大扎萨克的人都受到了大扎萨克的保护 而那些反对大扎萨克的人 即使他是宗亲贵族 也难免会被名正典型 从蒙古密室里 我们可以了解到成吉思汗 依照大扎萨克内容 处决过很多违法的老牌贵族 成吉思汗跟中原地区的封建专制帝王 完全不一样 他的所作所为 讲究的就是顺天应人 在大扎萨克法典的约束下 他没有机会随随便便处决任何一个人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 一个地名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讲历史 般的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